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古话说要看一个人成功不成功 所谓叫做三不朽 叫利德利工利严 也说看一个人的品性 他的道德 这个人的行为心性好不好 還有一個就是說他有沒有創出一番的事業 然後當然他有沒有留下一個思想文化 就好像說木有根水有源 一棵樹能不能長得挺直 就看這個樹扎根 而且他的土壤好不好 他的種子好不好 水源頭是不是清淨的 因此一個人能不能成功 就看這個人的本質 那本質要靠什麼 在中國古人叫做要有道德就是得恨 我記得我們小時候也會給我們上課叫公民 這其實就是管我們的心性 在佛教這更是注重叫做生口意 身體不可以去亂做一些事情 口不可以亂講話 心呢要存 就是一個心性很好 所以心大師推動所謂的三好 叫說好話 做好事 存好心 我覺得心大師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他有創意 他們回家很傳統的食善業 就身體不殺不到不贏 口呢不說謊 不去誹謗人家惡口 不去拍馬屁 不去做搬弄是非 叫做說好話 其實我們的口很容易犯錯 不假思索就口就說錯錯誤的事情 存好心 心其實是像電腦的終端機 為什麼會當機會中毒 就是心性 所以其實在佛教啊 本身非常注重對我們的身心行為 所以現在所謂是要身心靈 就是說你的一個從心性的出發 當然大師在他的著作當中 他以九十歲的高齡自己寫出了三百九十五本的四千多萬字的書 其實這裡面很多地方都在教我們說怎麼樣怎麼樣把人做好 甚至給父母一個指南把私女教好 那荀子有一段話說 蓬在麻中不服自止 就是說一個扭曲一個亂成一團的蓬草 你把它放在很彼時的麻 說那個我們說匹馬代相那個麻草 不是吸毒那個大麻 你不用去管它啦 就是說環境 一個好的環境當中 子女我們的後代子孫行為就會非常好 所以呢 除了我們自己的心要很親近的 靜環境外在環境也很重要 鄭重的也很感謝商務因素館有這樣的卓越的眼光 把大師在他的全體當中有關於身心修養的書 把它編出來來共享社會的大眾 有緣的人我們就一起來閱讀這本好書 對這本來的孫文 人們都會覺得有關於二十五百萬的史上